台鐵又收到恐嚇訊息 大批鐵路警察展開地毯室搜索 不管是大廳、月台 甚至是消防栓 通通不放過 因為台鐵接過歹徒電話 又在基隆車站安裝炸彈 目前就要立行室對不對 所以當然我們有加強 除了出動警力 清潔人員也沒閒著 舉凡車站公共廁所 還有垃圾桶 通通都要檢查徹底 沒有啦 他一直叫我說 自己去巡邏有東西 去哪裡巡邏 扁錯啦 搞不清楚 所以已經巡邏了 對 警方會這麼緊張 就是因為基隆車站 又被恐嚇放炸彈 4月21號 基隆地檢署陳情信箱 接到恐嚇信件 嫌犯宣稱 要在基隆火車站北站 安裝5顆遙控炸彈 到了4月24日 換台鐵旅客 諮詢系統被留言 將在基隆火車站 安裝8顆炸彈 事實上 兩次都是虛禁一場 培館長大概 11點16分左右 有接獲民眾 那他有針對這個部分 有做一些 就是訊息的一些 入住的部分 那本局接獲通知之後 我們透過入警系統 還有一些通報系統 那我們就是有請入警署 他們在第一時間 有派員來做人站 包含南北站 以及月台 還有特別是廁所 跟服務空間 有一個加強的 一個訓練的動作 那目前為止是 還沒有發現 一些異常的狀況 接連幾天 金融火車站都成了 歹徒恐嚇目標 雖然都是虛禁一場 但警方不敢大意 還要徹底調查 幕後不法分子 不容許恐嚇歪風再起 記者黃壽民基隆報導